先來看這個課 好 他現在 他說 恩我論 為什麼後來有求解脫的 包括釋迦牟尼佛 他遇到 出塵油冠 看到老病死到沙門 他就說那是什麼人 那是沙門 沙門是什麼 他要求生死解脫的 給釋迦牟尼佛 很深刻的 因為他一直迷惑在老病死 他一直覺得老病死 他看見老人 每一個人都會老嗎 每一個人都會老 每一個人都會病嗎 每一個人都會病 每一個人都會死嗎 每一個人都會死 現在的生活 不管再多麼美好 時間有限 那麼都會經歷老病死 那個時候就會有苦 不能免於老病死嗎 沒有辦法 不但現在沒辦法 依輪迴的觀念來講 未來也沒辦法 就是一直要老病死 那當然升天就可以 升到天上後 未來可以不老不病 但這個跟解脫沒有生死 那又是另外不一樣的 所以他這裡說到 先要講佛教的思想到底是怎麼來的 釋迦佛的解脫思想是怎麼來的 佛教的夜報理論是怎麼來的 那因為要講到佛法 就要講到佛法的知 佛法的知識背景 那講到釋迦佛 佛法是釋迦佛說的嘛 那釋迦佛這些觀念到底是怎麼來的 那如果釋迦佛出生在歐洲 他絕對不會是現在這樣的佛法 因為他就是印度 他本來就有這些觀念 從這一些 他們本來就有一些人在求解脫 只是求解脫的一某些觀念 這某些 那麼如果在其他的文化裡面 沒有求解脫 求生天的 看哪一尊神比較厲害而已 那個 好 所以他這裡講 他說 真瓦論 那麼 那麼變成一切人都可以回歸到犯 我與犯 真我 我與犯是同體的 等一下再來講 婆羅門 婆羅門的犯的概念 後來變成 有情不犯 都是源於怎麼犯 所以他是唯一這個一緣嘛 無情有情 可以犯 那特定是有情 放我一辱 放跟我是同一 有点像新佛众生三无差别 放我一辱 佛跟我是一样的 不变的 当然 那这个也不能说华严经是跟这个婆罗门里面的犯法一如是一样的 其实不是不一样 那这里啊 他说 真我是废陀文化的开展 业力是时代的新生因为以前没有业力的观念 以前都是神决定的 包括我们中国文化也是这样天灾人祸 怎么办神降灾给我们啊 那么幸福快乐要感谢神 那么痛苦要祈求神的赦免 所以那个皇帝啊一有天灾人祸啊 皇帝会帅文武百官大臣 祭祀生或是跟天神讲 万方有罪 罪在我一人你处罚我就好了 不要主啊我的百姓 那么还是要求神的庶民 那么没有鱼啦 求什么神啊 那这个 求这个鱼神啊 这个五谷收藏不好啦 求谷神啊 那么这个瘟疫来了 那么 那么请求瘟神赶快离开 送瘟神啊 都是这样子的啦 都是 一切都是神在做决定 所以你必须要讨神的欢喜 所以才会有什么 类似像祭祀啊 河水泛滥 要有人去祭祀和神 怎么祭祀有些用活人祭祀啊 那那么常常要有这样的这样的观念 中国也是一样 中国也是一样 那所以在印度开始变成 决定你苦乐的不是神 是什么 也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 所以照理说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时代的新生 是以前没有这样讲过 没有 现在 有这样说出来啦 很多人 那么一夜 确实是也比较合理 像基督教 那么犹太教是上帝的选民 那么耶稣也是犹太人啊 那么他是上帝的选民 他只照顾犹太人 类似像这样的 后来他开阔了 他照顾一切人 凡是信任的人 凡是信任的人 都可以得救 那么 言最初 上帝是犹太人的神 犹太人是选民 只 只救犹太人 后来他变成世界性的宗教 上帝 拯救 一切信他的人 相信他的人 不信他的人就不得救了 那跟佛法也不太一样 佛法不是说佛只帮助他 只让相信他的人得解脱 不是 又不是 佛法是告诉你解脱的方法 你信 你信不信佛没关系 但是你能够依这个法修行 你就能得解脱 但是通常是 你信佛才会信法 但是有一些人不知道有佛 但是他听闻到这个法 他依法修行 他依然可以得解脱 或是他体悟到这个法 他没有见到佛 他体悟到这个法 他也得解脱 辟吃佛就是这样啊 所以 他跟这个 跟这个 天主教基督教 你信上帝 就怎么样 得拯救 得永生 得快乐 这个不一样 他不是信 信是让你得法的 得法的因缘而已 就算你不知不见 但是你听到这个法 你不知有佛 但是你听闻到这个法 依法修行 你仍然可以得解脱 其实是这样的 好 那这个是 佛法跟其他的宗教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好我们这种底下看 所以他说 有人 请问死后的归宿 现在是奥义书里面的 现在讲的都是奥义书的内容 不是佛教的 好 有人请问佛法 就是人死后 到底会去哪里 人死后到底是怎么样 会去哪里 那这个其实 很多人 都在问的 你看那个曲眼的离骚 他也很多疑问啊 天问 就是问天 那到底世界是怎么一回事 人是从哪里来 东西方都有 都会问这些 我是什么 我在哪里 为什么 还没来以前我在哪里 死后我又在哪里 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 其实很多哲学都在探讨这个问题 就是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那么最初的来源在哪里 最后的归宿在哪里 那么只稍微想一下 很多人都会想这个问题 以前我也会想 我看到人死我在想 为什么会死 我在狗小的时候 不知道几年级我忘了 看到一个人死掉 我清醒没有看过死人 从来没看过 我们家也没有扫过木 所以 所以没有直接看见过死人 因为 你看到的都是棺材 而且 而且像 我们住台南 这里也台南 如果我们住台南市 那只要有棺材进过 那个门都要关起来的 不可以看的 就躲在里面关起来 等他过了之后才打开的 那么也很少看过 看过死 没有看过 我从来没有看过死人 有一次给我亲眼看见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想到睡不着 然后神经酸热 真的 哪天是在那半年 都听那个电台在吃那个人 神经酸热的要吃不好 吃不好 后来 后来慢慢慢慢 接触到佛法 接触到心经 一直念心经 刚开始念白一神之后 后来念心经 慢慢心安定 不然真的是得闹心 会害怕自己死掉 那死掉了 化为乌有 死掉不可怕 死掉化为乌有 永远不存在这个世间 那个才可怕 所以 我后来我看见佛法说 听见吾我会起恐怖心 我身感 我就是我身有同感 起那个大恐怖心 那么你会问 人为什么会死 死后到哪里 死后存在不存在 如果存在 那是到哪里 如果不存在 那是一种很 你就想 我死了 我永远永远消失在这个世间 你真的去想 我会起大恐怖心 因为我以前这么想过 那如果存在呢 那他是什么状态 他会去哪里 就有这个问题 那死后不存在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就死后都没有 可是你只是去想 死后不存在 那会有大恐怖心 但有些人不会啊 唯物论死后也不存在啊 等一下我们讲 唯物论是这样的 很多科学家 有一些人也相信 人死 人活着是偶然 死是必然 那么 活着以前 生命再来 投胎以前 没有 没有存在 死后也不存在 很多 很多科学家 很多知识分子 是信这个的喔 但是他们不嫌 不会有恐怖心 我不知道 可是我一想到 死 有 不会很害怕 永远消失 消失在这个世间 世间没有我 我永远不存在了 哎呀会起大恐怖心啊 所以我就很好奇 他们为什么 不会害怕 死后化为乌有 不会害怕 我不知道 所以他这里讲 这个有人问死后的归书 四皮一仙 这个是 这是他们的神 就是仙都是修道者 成就的修道者 所以古仙人道 大仙 其实有时候讲佛 那我们的跟道家的仙不太一样 那么 此不可于众人中说 为两人间可传 就是说 这些比较重要 比较秘密的 只有 这个 所以叫奥义嘛 不可以在大众公共不说 不可以在大众中 宣布说 两人间可传 那么因为这个是新的说法嘛 新的说法 跟原来 跟原来 废陀经里面讲 以神为主的不太一样 所以奥义书是怎么样 他是种在弟子跟弟子之间的传授 口传 后来这样的观念密教接收了 所以密教 这个法 要上师传给你才有效 他就讲这个东西 那其实佛法是广为宣传的 不管是谁传给你的 可以得到 但是为了防止 那么 传 或是你 你所传的并不是真正传给 所以 你听到 听途说的 所以后来就变成慢慢 我传给你 上师跟你验证 你得的这个法才有效用 正法 哪里说 这个没有经过上师口传的就没有效 但是我没有 我官无我 但是 但是我没有 没有师父 但是我知道无我 我意的无我修行 正无我 过一但是 八正道 你还是可以得八正道的 可以趋向解脱 那 不脱脱 不脱脱 没有 六百多年後 什麼 這個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特別是水朝有一個智者大師 弘揚法伐經 法伐經 講唯一大聖 一切眾生皆有佛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坦提都不斷善根 讓你禁 empty都可以成佛 好 那麼 這個觀念已經很流行 大家都這樣想 都知道佛法是這樣 一次中生皆人成佛 可是唯是的理念 縱生有五種種性 能成佛的不是一切众生 没有无肉种姓的不能解脱 何况成佛 有无肉种姓的 没有大圣种姓的 不能成佛 只能解脱 那么只有那个大圣种姓的可以成佛 还有那个不定种姓的 你可能有僧文种姓 有辟知佛种姓 还有什么 还有佛种姓 这生文辟知佛跟佛的种姓 就是你有那个种子 那么学生文 你就得阿罗汉 就是你依着生文 你就得阿罗汉 你依着辟知佛 你就证辟知佛 你修大圣法 你就成佛 那么还要看 这个不定种姓的人 如果依为事来讲 不定种姓的人 有可能成佛 那么大圣种姓的人 可以成佛 那不定种姓的人 也有可能不成佛 那个没有无漏的种姓的人 没有无漏种姓的人 不可能成佛 或是只有生文种姓的人 只有生文辟知佛种姓的人 也不能成佛 没有无漏种姓的人 也不能成佛 不定种姓的人 有可能成佛 有可能不成佛 只有那个无漏种姓里面 有佛种姓的人才可以说 他决定可以成佛 如果他修六度波罗蜜可以成佛 那这个 那这个 是去 纳烂陀跟戒贤学 他就跟戒贤讲 因为前藏大师 还没去印度之前 佛法已经懂得很多了 隋唐 隋朝 佛法隋朝三十几年 那么唐朝他是唐太宗那个时代去的 那么这个 这个佛法也已经流行很多了 何况是涅槃经 在那时是非常重要的 法华经 天台宗 甚至华中 律宗 各个宗派 在那个时候 真相显耀 那么大家都相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现在玄奘去戒贤那边 戒贤跟 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有的众生 有的众生不能成佛 玄奘大师就跟戒贤说 这一点我回去可不可以不要讲 因为这个跟大部分人的认知不一样 一定会被批评 一定会怎么样 会遭遇障碍 戒贤说不行 你要如是 这个就是因为他认定为是才是真正的佛法 这是真实说了 所以后来为是跟天台两个人 就是为是跟天台彼此是站在不同的立场 为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翻遍说 天台是三圣是翻遍说 一圣是就近说 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后来 后来玄奘回来的时候 他就有讲啊 那个那个五种种姓的说法 独喘亏计 其他他不这么讲 这样讲跟原来的佛法不一样 他会遭到反对啊 而且人家一反对很多人不来选啊 所以他这个独喘亏计 那个韩国来的不知道什么法师 那个时候也在唐导学习 他在旁边偷听 那么所以他也不是 你看就是类似像这样嘛 不公开教授 那么只传给什么 传给他比较亲近的弟子 为两人间可传 那你看他就是这样 那业在当时 跟原来依犯 依这个犯天 依神得救的概念不一样 那么所以 可能 可能 那么也会遭到反对 所以 但是后来就变成 变成 只有师父传给弟子 那个是正确的 那个才是有效的 那大圣佛法当然不这么讲 公开宣说嘛 那么但是密法后来就变成这样了 就也接受奥义书或印度密法 印度教这一部分 就是 所以他们不可以写起来 以前废头巾就这样啊 因为 你看他们都是用背的 用写的 这张纸留到哪里去 不知道啊 这张纸这样朝来朝去不知道啊 用背的 而且 而且 只传给你信任的人 你认为可以的人 但是佛法本来 佛法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佛法后来也是用背的 也是用背的 那 真正用写的是很久以后了 好几百年以后了 好 那么我们来底下看 所以 他说 此不可于众人中说 为两人间可传 所以就有秘密传授这种 这一种 这一种形式啊 当然大圣佛法比较不强调秘密传授 那么后来密法就比较有这种 所说的就是什么 那个 像我们说 玄奘大师秘密传授的 五种种姓 那么 在当时 夜是新说 而是不公开教授的 凡是一个新思想出现之前 一定会有两种现象 有部分的人拥护 有大多数的人反对 你像那个 那个要革新 明治维新 什么维新 要改革 改革都是这样的 新思想 新法律 那么基本上都会有 保守派跟改革派 那么保守派 基本上会比较 因为大多数人习惯的嘛 你忽然间要改 很多人 不认同 那么就会公开反对 所以你公开宣说 就会公开反对 那么就会有障碍 所以后来都变成 那么不公开 那么就是有条件的 那么才讲 所以是不公开教授的 所以齐婆利王 对婆罗门的阿尔尼说 此轮回教 那么 今至今日 是婆罗门 未曾知之之 很多婆罗门都不知道 那照理讲 这奥义书 是婆罗门里面很重要的一部书 但是 他并不是 对所有的婆罗门都这样说 那么所以大部分的婆罗门 还是一事废陀的 还是一事废陀的 那么你透过对天神的慈名 祭拜 祭拜 赞颂 那么可以升天 那么升天 基本上就 就到天神里面永生了 但是 奥义书里面强调的不是这样 是一夜轮回 一夜 一夜轮回的观念 那么一真我得解脱 所以一夜轮回的观念 在当时很多婆罗门也不知道 因为他不是公开 公开掩饰的 是秘密教授的 那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得到 就好像玄壮 玄壮从印度那烂陀回来之后 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 其实没有每一个众生都可以成佛 众生有五种种心 也不是每一个玄壮地址都知道的 他独喘亏击啊 那亏计又跟谁讲 那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不是每个人知道 该死这样了 后来慢慢就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一阵子过后越来越多人知道 那么一开始是这样 所以他才会你看 这个齐婆利王 他是婆罗门的信徒 那么他也说 那么他对这个阿尔尼的婆罗门说 其实现在师父你讲的这个 很多的很多的婆罗门都不知道啊 跟我一样不知道啊 所以这一个东方思想 阅历跟真我相结合 而后随夜轮回中 索陀伦如此 亚历安人奉席废头也不够如此 你看他最大的改变就是 从从三个种姓可以得解脱 到一切的种姓都可以得解脱 而且一般是你送废陀可以得解脱 那现在 索陀罗人就是原来的 原来的这个原住民啊 那基本上叫做达罗伟徒人啊 现在有一个名称叫什么我忘记了 印度有佛教复兴运动啊 那么基本上 大多数是建民参加的 因为他们印度现在 现在乡下地方 种姓观念还很严重 建民的思想还很严重 还是有的 那么这些人 基本上是长期被打压的 原来这个是他们的 他们住在那里 亚历安人过来之后 征服他们 那大部分是这样的 那么你征服了一个国土 那一些就变成二代国民 都是这样啊 比如说好 那么 这个日本人 当时占领台湾的时候 我们只是举例 那么台湾人有很多不能参加 不能参加政治 但是他可以做医生 那他基本上 一般都会成为次等公民 大部分都会变成这样 他原来的那些人 他是最上等的 他享有一切的福利 那次等的就不一定 但是达罗伟图的原字名 不是次等 是最下等 是最下等啊 那当然你说次等也可以 因为什么 因为他把他自己的 民民分成三类嘛 就是婆罗门 刹地利跟废舍 这个都是他们本来的人 亚利安人 分成这三种 也分上中下 那接下来就是达罗伟图人 就是贱名 不可 贱名里面又有贱名中的贱名 詹陀罗 索陀罗 索陀罗是贱名 詹陀罗是贱名中的贱名 那么更凄惨 但是现在 现在 索陀罗伦 索陀罗伦 也有解脱的机会了 那么再生主 本来是一生主 现在可以变为再生主了 好 反之如一致而勿真我 就是你要有智慧 勿到真我 那么索陀罗伦 也能入于不死的犯件 你看 不一样 那么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 化时代的一个创举 就好像 基督教后来宣传 那么超越犹太教宣传 只要信上帝就能得永生 那么在犹太教里面 除了犹太人其他的人 是没有办法得永生的 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不一样的 好 那么奥义书的精神 显然存有革新婆罗门教的意义 所以 奥义书基本上是婆罗门的革新 后来 后来现在没有婆罗门教了 现在是印度教 现在是印度教 好 那么就好像 婆罗门在佛陀时代 后面后了 那么婆罗门教的复兴 其实是像六派哲学 六派哲学 就是在农术那个时代 那么六派就是佛灭后 在布派那个时代 那么他基本上是要复兴婆罗门的 所以他对婆罗门教也做了一个整理 那么吸收佛法 吸收佛法的部分 理论的部分 然后来加强婆罗门教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所以他基本上有点像奥义书 那么改革这个婆罗门教 那么六派哲学其实也改革当时的这个婆罗门教 那么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亚利安人文化到达东方 东方就是佛陀的活动的那一带叫东方 展开温和的宗教革新的前奏 所以婆罗门的这个思想开始产生变化 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这个跟佛法有关系 跟佛法的解脱思想 跟佛法的夜暴沦为思想有关系 就是佛教的夜暴沦为思想 其实是从奥义书中来的 但是不是从废陀经来 废陀经是还有很多思想没有错 当然是佛陀的佛教的夜暴沦为 跟夜静得解脱 那么这个观念不是从婆罗门 不是从废陀经来 是从奥义书来 那奥义书是改革过 革新婆罗门教的最早的一部经 然后第三 毗提河王朝没落了 约在西元前六世纪初 差不多因为佛是在西元前大概五世纪 所以时间越来越近了 那但是奥义书佛教佛陀没有特别提过奥义书 就是佛陀的少年时代 佛陀在少年时代也不知道有奥义书 没有传到他那里去嘛 但是佛陀的时代已经有了 但是佛陀本身不知道 因为在他的这个我们从佛典的传记里面 没有提到佛陀有学这个奥义书 十八部大论里面没有奥义书啊 四废陀十八大论 因为也不可能传到佛陀那里去 因为他是秘密传说的 但是佛陀成佛之后 或是成佛之前 肯定有读过奥义书 他已经知道 他已经知道有奥义书的这个思想 但是他还没出家以前应该是还没有 还没出家以前有可能 因为他在王宫 王宫学习的基本上就是原有的废陀 废陀文化的东西 那么这一些奥义书这种新观念 很多婆罗门都不知道了 这个差地利的这个王宫的 这个希达多哪里会知道 不太可能知道 不过我们从佛法里面可以了解 佛陀出家之后 基本上就是甚至出家或成佛之后 是知道奥义书的 有奥义书的 其实是这样 好 那所以他说 现在讲西元前六世纪初 西元前就是西元前五百年到六百年 西元五百零一年就是六世纪 五百年到六百年 六百零一年到七百年就七世纪 其实是这样 江博忠 就是 seek those 与太何 那所有的 起结末 是 小心 而恆河北岸形成小邦致令 就恆河南岸跟北岸 像辟舍黎跟王舍城 舍魏城 基本上都在恆河旁邊 那麼辟舍黎跟王舍城是依著恆河 隔一條河云 所以阿難要入涅槃的時候 摩羯陀國跟辟舍黎要打仗 那麼阿難就在恆河的上空火化 舍利分道兩國 不會大家要強舍利要打仗 那麼他們兩個是隔著 但是首都有一點距離 因為國土很大 那王舍城在下面一點 屁舍黎在上面一點 但是國土的話就就隔著恆河 隔著恆河 那屁舍黎再上去 看你往哪邊看 就是王舍城屁舍黎 那麼再上去就是 就是這個舍魏城 舍魏城是 舍魏城再上去就是加比羅衛 就是在左右附近 屁思納啦 加比羅衛啦 舍魏城都在那裡 那個舍魏城是 這個波斯逆王的 加比羅衛其實也歸波斯逆王管 其實是這樣 所以波斯逆王才會到釋迦族 你派一個公主 來給我做 做王后 才會選到莫逆夫人啊 莫逆因為他不願意派 就好像西藏 要唐朝派一個公主 去給他做王后 派文臣公主去 那歷史中國都有 波斯逆王 也是這樣 那麼後來 他們不願意派 世家族的 就派一個卑女 莫逆南家的卑女 冒充世家族的 嫁給誰 嫁給波斯逆王 就是莫逆夫人 莫逆夫人 其實是蠻厲害的 那也因為這樣 莫逆夫人生的兒子 彼琉琳 才會被世家族的羞辱 後來他才會發願要滅世家族 才有這件事 好 那我們往底下看 那麼他說 恆河兩岸 他說恆河兩岸 形成小邦自立 恆河南岸 雜有非亞歷安人的東方 受亞歷安文化影響 展開思想的全面革新 他就是反婆羅門的沙門 開始有所謂的沙門文化 所以你在經典裡面常常會看到 沙門婆羅門 沙門婆羅門 沙門是反婆羅門的 就是六四外道 就是沙門 包括佛教 那麼七大沙門團 我覺得應該還有其他的小沙門團 這個是大沙門團而已 就我們說 這個台灣有四大道場 五大明山 那麼但是還有很多小道場 那麼這個沙門團裡面 最主要的基本上就七大沙門團 那麼佛教是內道 那麼外道就是佛教之外的沙門 他並不是說外道就是 批評不是 他只是分內外 內道跟外道 那麼都是修解脫的 或是有些也不強調有解脫 但是都是出家的 出家修行的 他就算 認為人死後沒有解脫 他也修行啊 他這一生會 因為死後沒有解脫 所以這一生要好好活著 有意義的活著 也有這樣子啊 那麼他也出家修行啊 他有一定的規矩或怎麼樣 有這個 修行的這個方法 還是有的 那麼 那麼不但要 他重點在憲法樂助 憲法涅槃 那 有解脫的就是 那麼要 得到解脫為主的 那這個是不一樣的 那六世外道 包括佛教基本上 都不贊成婆羅門 婆羅門的三大綱 婆羅門至上 而且是祭司萬人 那廢頭天頸 他不贊成這一些 好 那麼所以有一些 反婆羅門的 其實就是沙門 那麼沙門本為婆羅門教所規定 那婆羅門教有四身主 犯恨 就是 學生時期 然後成家時期 家住時期 然後零七期 頓世期 就是他把人生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個就是學習的時期 這個是要學廢陀的文化 然後到長大的時候 成家立業 這個是第二個時期 叫做家住時期 那第一個時期 學生就是要學廢陀文化 那麼修犯恨 或是修 就是 因為犯就是婆羅門嘛 修洗婆羅門告訴你 你要做些什麼 我不能做些什麼 那麼他基本上不離開 然後要學習 學習怎麼祭祀 從世廢陀裡面去學習 要怎麼讚頌 怎麼讚頌 諸神 事件是怎麼來的 你要讚頌諸神 那你要怎麼做要拜啦 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 那要怎麼唱啊 遇見什麼事情 要用什麼 用什麼樣的祭祀法會 你學習這個東西 那麼後來漸漸到從學生 他們到 就是從小 就學這個 那到你成家立業 那麼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時期 那麼之後 年紀大 通常比說60歲到65歲 進入這個晚年 就是進入可以領老年年輕的時代 那麼你就怎麼樣 你就要到森林裡面 山林裡面去修行 這個叫做 零七期 但是零七期是 很多人都在這邊修行的 有一點像 就很多人年紀大了 都到這個山裡面 來修行修行修行這樣 還是很多人的一起的 像修苦行 苦行林 那個也是很多人 那麼 各個住但是旁邊都有人的 這個是一起 那麼再大一點 或是修到一個程度大一點 你就要自己引頓起 自己一個人 就不可以再跟人啊 就自己一個人 就是頓師起 就是要怎麼樣 那個時候還沒出家 那個是隱居山林而已 零七期還沒出家 那到了 到了就再比如說 你過了七十歲 或是說五十歲 六十歲 六十歲 你就要進入零七期 到七十歲 你就要進入隱頓起 或是六十五歲 你就要出家修行 那出家修行 就是遊行啦 遊化啦 你沒有固定住在一個地方 那又不一樣 零七期是固定住在那裡 大家那裡學習 所以開始 婆羅門有一個出家修行的時期 那個是晚年啊 晚年有一個出家修行的時期 那麼所以開始有這種出家的觀念 出家修行然後脫波起始的觀念 好 所以他這裡講說 這些就是佛法有一些 有一些制度 有一些行為 有一些思想到底從哪裡來的 那麼追根溯源啦 所以叫做印度佛教思想史嘛 好 那麼他這裡講到 那麼他說 本為婆羅門教所規定 就是要出家 出家就是沙門嘛 在家是不是喔 那婆羅門也有出家的 基本上是晚年 影頓起 那麼才出家替法啊 這一些的 再生主晚年 再生主是因為婆羅門分 一生主跟再生主 再生主是 婆羅門 擦地利 廢舍都是再生主 他規定 再生主晚年過著 零七跟影頓起 零七是還沒出家 那麼 或是 其實如果說出家的話 那麼是出離家庭 那零七起就出家了 那如果說要把頭髮剔掉 那脫波起始遊行 那個是影頓起的 好 所以 東方不受婆羅門教的限定 不問街急 不問老少 都可以過沙門 的生活 所以 開始有一些人 不認為一定要到那個時候 我才要 到山林裡面去住 或是 我要脫波起始 我要過出家的生活 沒有 那麼 原來婆羅門教是 到了一定的年紀 你才這樣做的 現在沒有 現在我年輕就要這樣做 所以有一些人 所以你看有一些年輕的 異學 或是婆羅門 犯 他們叫做 犯字 犯字也有年輕人 就有志於 修犯恨的這些 就是要成為犯的 那麼 犯我一辱的 那麼有些也年輕啊 那個都是 比較 比較不依婆羅門正統 正統的是你年紀大了 那麼你要脫離家庭 去修行 那麼 一段期間之後 你要脫波起始 油化 就是油行 就這樣 但是 有一些人認為 我不遵照這首規定 我年輕我就要這樣 所以 像釋迦佛看到的那個沙門 應該 可能也是年輕的 所以他這裡講 不問老少 不問階級 都可以 因為不受他們的規定 那有一些人他有心思想 他覺得你這樣的限制 或是這樣的規定不合理 他要突破這種限制 他不遵受你的規定 所以 都可以過沙門的生活 就是 要修行的生活 因而 游行 那麼 從事宗教生活的沙門團 開始流行起來 然後 現在講 這些沙門怎麼來的 其實 還是 從婆羅門教宗 然後 因為 他認為 這樣的規定 或這樣的觀念 不合理 所以 他 自己 有新的做法 新的想法 其實這樣的 就開始 流行起來 當時的思想 屬於 差地利 就是 比較多 差地利 是這樣想的 因為 差地利 在婆羅門之下 如果你原來是婆羅門的 你是最尊貴的 你可以打人 人家不能打你 你可以罵人 人家不能罵你的 那 婆羅門 因為他比較 因為他是婆羅門 婆羅門對自己有比較嚴格的規定 那 福利比較好 那麼 所以 當時這些 差地利 那麼 主要 沙門集團 最主要的 主要的 這個 核心 其實是 差地利 所以 當時的思想屬於 差地利 然而 沙門 不分階級 為種族 平等的 全人類的宗教 所以 開始 不分 種族 不分 男女 不分老少 但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那基本上 那麼 小孩子還是比較少 都是 差不多成年 之後 那如果是 一婆羅門 那必須是 老年之後 至少也要 中年之後 就變成 種族 平等的 甚至是 索陀羅都可以啦 沙門團很多 佛教稱之為 外道的 著名有六師 外道只是分內外 就是本省跟外省 他並沒有說 外省就比較差 本省就比較好 只是分內外 原來的內道外道 沒有貶稱的意思 就是 自己人跟別人 本省人跟外省人 本縣世的跟外縣世的 本來只是這樣分而已 所以 佛教稱之為 外道的 就是佛教之外的 所以 加上佛教 從婆羅門看起來 就有七大沙門團 那麼從佛教看起來 那麼有外道 有六師外道 六大 因為佛教本身 就是沙門團之一 但是 有六師外道 其實 各個經典記載的 名稱 但是我是综合 综合各个经论大概说的 那么比较好记的 那就是 我们都用三个字就好了 那么就是把它列出来 他到底是怎么思想 重点 那导师这些 这些是依他的思想 把它做分类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叫做 他这个是 那么 第一个他是写 这个富然加设 有时候叫不然加设 就是不要的不 不然加设 那这里叫做富然加设 有时候叫做富然 就很多了 那我们直接 直接为了方便记 就写做富然 莫且里居舍罗子 那直接就写莫且里就好了 就容易记了 那么阿怡多 赐舍亲婆罗 不用记那么多 就写阿怡多就好了 然后 这个揪揪陀加瞻眼 揪揪陀加瞻眼 其实就是叫做泼佛陀 就是泼佛陀了 那么善若仪 善若仪我们就知道 善若仪 善若仪 善若仪是谁 就是舍利弗文建宁的师父 那其实他 他又叫做慢遗论 就是他不说是 不说不是 不说有 不说没有 那么 泼建子 泼建土落体子 我们叫做泼建子 所以 那么 如果这样来翻 那么就比较简单 阿怡多 富兰娜 泼佛陀 莫且里 善若仪 泼建子 那么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记 就是从阿怡多 开始 因为阿怡多 是唯一论的吧 就阿富 莫善尼 那么就记住六四外道 那没有常常说 有时候会忘记 阿富 泼 莫善尼 阿就是阿怡多 富就是富兰娜 泼就是泼佛陀 泼建子 那这样就容易记 阿 就六四外道 好 那么 那导师这里当然是一个经论 各个经论翻译的不太一样 而且 各个经论讲 那到底富兰娜是怎么思想 莫且里是怎么思想 有时候也会 参来参去 所以 你如果把所有有关六四外道 全部 纳出来看 你也会参来参去 你会乱掉 那因为印度 本来就有这样的 就是说 有这样的 就是 有时候富兰娜的 讲成是莫且里的 莫且里的讲成是婆佛陀的 婆佛陀的讲成是 讲成是 莫且里的 就乱来乱去 那山洛宇的 山洛宇的 跟泥建子的 比较不会乱 其他的 其他的参来参去 好 那 我这个是归纳过的 归纳过所有不同的 我们把它大概归纳一下 大概是这样 当然 你如果依着不同的经历论来看 他记载是不太一样的 好 那导师这里是从六四外道里面 那么 这一些 那么说的 说的这个归纳 一样归纳 从不同的 不同的思想上去归纳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 他说 六四都是东方的一代宗师 这里就是一代师中 其实一代宗师 那么有多少 就是或多或少的学众 就是有徒弟 随从他 那么他说 泥建子就是奇纳教 就是后来奇纳教 那么奇纳就是圣地的意思 那么奇纳教大概是印度一直心胜不酸的宗教 佛教都灭了奇纳教都不会灭 很厉害 那修苦行 如果你现在到印度 还有很多奇纳教的苦行者 那么六四有共同的倾向 那导师是从各个角度来分析 第一个分析人生的要素 就是 就是有情无情 它的根本元素是什么 那其实哲学跟宗教也在探讨这个 那么就是科学其实也在分析这个 那么通常是这样 生命从哪里来 世界从哪里来 生命怎么形成的 世界怎么形成的 生命终归会怎么样 世界终归会怎么样 所以宇宙是怎么形成的 现在大家比较 科学界比较说的就是大爆炸 一开始有奇异点 然后爆炸 宇宙不断在扩张 可是我觉得这个理论不合理 那么那个到爆炸 那个原点从哪里来 为什么会有 就好像所有归到一个阿拉野 但是阿拉野从哪里来 一开始就有 那这种其实 那么可以解决一些现象 但是有时候不一定可以 不一定合理 你就说像从我们的角度看 太阳是恒星 但是如果你站在资女仙座看 整个银河系在动 太阳怎么可能不动 就好像是这样 就好像你看现在的山不动 人在动 山是不动的人在动 你如果到月球看 整个月球在动 山怎么可能不动 又自转又公转的 那整个银河系在动 太阳怎么可能不动 所以整个银河系都在动 那么所以 所以这样来看 你说 现在的宇宙不断在扩张 那你只是看到这样 但是 就好像 一样伸缩 有伸缩运动 你看到它往外缩 但是它有没有可能往外 又往内伸呢 其实是这样的 那么 但是 就我们现在的理论看 基本上是 宇宙从大爆炸来 那么 一开始没有生命 后来有生命 现在的理论 但是这种跟佛法讲的 当然不一样 好 那你说 有情到底是从哪里来 那么佛法 没有说特别从哪里 它只说从原起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说 大部分分析人生来讲 大体是二元论的 那么是机械的积极说 二元论就是 有物质跟非物质的 那么其那教的说法就是 命跟非命 就是精神跟物质 那佛法里面主要就是 所谓心跟色 这两个主要的元素 元就是元素 就是要素 根本的元素 那么 他说 如阿异多利五大说 我们现在来看 人死了 属于物质 阿异多 这里写阿异陀 那么阿异多是唯物论的 唯物论 那么没有精神状态 就是没有那个永恒的精神状态 只有物质 那人会有情感 人会有爱 人会有烦恼 那只是物质跟物质的作用而已 就好像石头跟石头碰撞 会有声音 会有火花 那并不是石头本身会讲话 也不是石头有温度 会花出火 不是 那是物质跟物质的碰撞 那个是唯物论的一个说法 所以 莫且里 不是莫且里 阿异多 阿异多 基本上 人是属于物质的 那么 还归于地水火风 那么感觉跟意识的根源 归于虚空 其实是没有了 人的生死不过就是五大的集散 那这是一个 我们把这第一个讲完就可以了 那讲到分析 这个人生跟宇宙 那么如果从莫且里来讲 地水火风空苦乐生死得失命 命就是我或是灵魂 唯宇宙人生的根本要素 就是分析到最后 不能分析 不能没有 那么就是这些要素 那这个是莫且里 好 那有揪揪陀 揪揪陀就是泼斧陀 有七要素 地水火风苦乐命 那么如果跟前面的莫且里来讲 莫且里有几个要素呢 地水火风空五个 苦乐生死得十个 有十二个 失命 就是有这一些现象 这个是不能没有的 就好像后来 俱舍论立七十五法 这个是根源不能没有 类似像这样 所以你看阿比达摩后来立种种的 这个所谓的自信 基本上印度文化里面 本来就有这一块 本来就有这一块 好 那么揪揪陀立七要素 有时候加虚空为八个 基本上是七要素 尼箭子立六根本四 那么主要是命跟非命 主要是命跟非命 那非命 命就是精神的 非命就是物质的或是现象 所以法跟非法 时空四大 那么 这个是所谓 对人生的分析 这一部分来说 好 我们是下课了吗 就上完了吗 好 那我们先上到这里 两节嘛 我忘记啦 太久没上课了 好 那我们先上到这里 那么这里基本上 大概 我再来讲一下 基本上 你看 这个婆罗门的观念 我来自于犯 犯就是我 犯 犯 所以他到以后 不过来 所以在讲无我的时候 在讲无我的时候 有讲到犯的无我 一般是色受想行事 即是我 婆罗门的我不是 色 或是色是我 即运我 或是离运我 但是婆罗门的我 是色受想行事 都是我 他都是什么 来自于犯 犯我一辱 我情无情 都是同一个要素 那六四外道里面 阿怡多 富兰娜 波福朵 莫切尼 尼建子 我以前是这样背 那有时候要常常背才不会忘记 阿富泊莫善理 阿就是阿怡多 富就是富兰娜 富泊斗 莫切尼 善若乙 善若乙跟尼建子比较好记 因为比较爽 这 我们见人师傅 就是 他就是不知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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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 没有办法定说是或不是 有跟没有 那尼建子就是修苦行 苦行离心 这个比较容易 那除了这个之外 那基本上阿怡多 跟其他的分开来 阿怡多就是唯乌论 他就是唯乌论 那这个你把阿怡多唯乌论记起来就好 其他这三个 这两个也容易记嘛 山若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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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有不说没有 就不知论 那么尼建子修苦行离心 那主要记这三个就好 那阿怡多是唯乌论 所以富兰娜 波浮陀跟莫切理 那一个是无音论 一个是宿命论 一个是宿命论 那莫切理 宿命论 就是说 一切都被决定 生死解决 就是决定好了 就是已经被决定了 谁也没有办法改变 就好像抛线球 所以你只要记末切理 就是抛线球 一个线球抛出去 滚 滚 那个线球完了 他才会停止 那么 努力 不能比较早解脱 你再者 再放 别人完全 就叫宿命论 就是线球滚 滚到晚为止 所以 营热无憾 即使你懒惰 放纵无意 你也比别人解脱 有名的 很有名的说法就是 营热无害 精进无功 因为这样 所以随眼任性而生活 你用功也没有用啊 但是 他为什么还是要修行 因为修行 我现在就快乐啊 我现在随眼任性 我高兴去哪里 做什么就做什么 高兴做些什么就什么 我让我的身心 修行必定 还是会让我的身心 得到安乐的嘛 啊 所以他是这种观念 所以你记住这个 莫且里 莫且里是 就是时间到宿命论 一切都被决定好 莫且里是 一切都被决定好 所以记住莫且里就好 那其他的 波浮头跟富然娜 波浮头是无因论 灵魂不变 身体会改变 灵魂是长的 身体是无常的 那么 长的他不受夜暴 那么 但是身体会感受苦乐 那么 生死解脱没有原因 都是偶然的 这个是 这个是都是决定的 莫且里是 生死解脱是被决定的 已经设定好的 这个是 不然那是 生死解脱没有原因 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 所以 你用心良苦也没有用 那所以 那身叫波浮头 就是定命论 那大概 大概这样记 那么你就比较容易记起来 阿富波 我以前是这样记的 阿富波莫善里 阿 第一个是维护论 都是维护论 最后两个 这个 善若鱼 善若鱼跟泥剑子 一个是苦行离戚论 善若鱼是 善若鱼是不知论 那么怀疑论 那另外就是莫且里 莫且里是宿命论 那就是 你 你 淫热无害精进无功的 那波浮头 七要素 他是定命论 那么 这个 富兰阿 无淫论 那他也有讲到 那么 他还是有一般 还是要一夜轮回 但是如果你可以 不感受苦乐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不轮回 但是一般人也没办法 他很多理论 那我们是大概大概说 那我就教你们怎么记 基本上是这样 那当然 我要说的就是 这六四外道各个经论记载的 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他主张什么 彼此有冲突 那这两个比较 没有 这两个比较 就是一定 那其他的就不一样了 其他的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那富兰娜是维吾论 他比较决定 就是这三个 就是这三个 那么 阿姨都是维吾论 这三个有时候 富兰娜说的 有时候是破湖头说的 破湖头说的 有时候莫切里说的 莫切里说的 有时候富兰娜说的 如果你去看经典 英论里面的记载 因为我比对过 比对到眼花缭乱 后来 大概 归纳归纳 大概应该是这样 好 所以这个也是给你们参考而已 我也是 我看过很多 然后比对 到底是 这里这样说 那你这样说 到底要因哪一步 经哪一步绿 你要归纳中和 因为印度的传说 那这样是比较容易记的 阿富泊莫散尼 第一个就是维吾论 前面两个 后面两个不用讲 就是富兰娜 波湖头 跟莫切里 莫切里是宿命论 那这个波湖头 就是定命论 那个富兰娜 那就是无音论 好 好 那我们就上到这里 大家合展回向